在运通 人言有本无所据 数音有根不动摇 大家好我是任俊 欢迎收看台股直播室 那加全股价指数的部分呢 目前盘中上涨了55点 在这个端午节廉价的前夕 其实台北股票市场 一样是热闹滚滚 虽然说指数的部分呢 它是表现得非常优异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在端午节的前夕 你的操作上面 你务必要保留好弹性 因为我很多投资朋友在问我 就是说在端午节前 应该要留股票 还是应该要卖股票 那不管是要留要卖 其实我们都不能够用猜的 我们都不可能是用猜的 我们必须有一个公式 跟方法来评估 就是说在这个位阶点上面呢 我应该要保留现金 还是要保留股票 所以呢我说 在廉价这一段时间啊 包括明后天这两天的时间 虽然说台湾股市是休假的 对不对 但是呢 在国际间啊 它是有开盘的 尤其是欧洲跟美国 欧美的市场 它是有开盘的情况下 你不能用预测台股的方式呢 来去预测未来的行情 反而呢 我们要把目光 focus在有开盘的 这两大市场里面 所以呢 在昨天股海弘扬的节目当中 我用一个方式来跟大家解释 现在你要看的叫做美国股票市场 首先你看到美股 昨天虽然是涨了 对不对 因为盘中一度 美国道琼局 盘中一度有那个利空传出来 所以导致说 它一度下跌400多点 但是不论这个利空 是真的还是假的 重点在于说 现在道琼指数的部分 它已经跌破了月线的支撑 它跌破了 当它跌破了月线的支撑 然后现在 因为月均线是上扬的关系 所以它又反弹到月均线的附近 可是呢 现在月均线的扣底值 开始慢慢要扣底高值了 它慢慢要开始扣底高值了 所以呢 左边上去 右边它就会下来 右边它就会下来 所以这两天的时间 就变得非常的关键了 它就变得非常的关键了 因为如果美国股市 在这两天的时间内啊 它如果跌 再度跌破月线 它再破掉这个月线哦 它如果破掉的话 那不好意思 未来的扣底值 它这么长的时间 它要扣底高值 对不对 那相对来说 我的均线就会转成下弯 当我的均线 一旦转成下弯的时候 那不好意思哦 道琼指数 它下一个支撑点就是在哪里 就是在季线的位置了 它就要回撤到季线的位置了 所以呢 在美国股市里面哦 道琼指数里面 其实它不是没有风险的 它不是没有风险的 但是这个风险来讲 它不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机 只是说 它可能会来做一个小幅度的回撤 它可能会来做一个回撤的一个动作哦 那因为下挡的季线 它的支撑力道更强 它的支撑力道比较强的关系 所以呢就算它回撤的时候 你都要站在买方来去做布局的动作 这个你要非常非常的清楚哦 节奏上面一定要把它掌握好 所以我说现在呢 你的交易策略必须用快打交易的方式 你要拉大你的获利 因为现在很多的个股 其实它只涨个一天两天 它的涨幅速度会很快 可是呢 它修正的速度也很快 所以呢 你如果一直死报活报一档股票 那当然呢 你的获利是没有办法拉开的 你的获利可能会随着这个时间的关系 然后一直在那边做震荡 但是呢 如果你用快打交易的方式 你买在起涨的位置点上面 你买起涨 你不要去做追涨的动作 你买起涨等它涨上来 那相对来讲 你向下的空间有限 你未来向上的获利 就会无穷大 这个就是整个快打交易呢 它一个逻辑性 我不是叫你做当冲 因为当冲的话 你要赚钱是很难的 比如像说 你现在冲一档股票 你光你的交易的税金 你光你的交易的手续费 除非你是大户啦 如果你是大户 你可以冲来冲去 然后可以让有退佣可以收 那当然来另当别论 可是呢 如果你不是这样子的投资人 你是比较属于就是波段型的投资人的话 你的交易税比较高的情况下 你的手续费比较高的情况下 你在做当冲交易的时候 你的成本是高的 你的成本是高的 所以我们要用一个小波段型的操作 不要把大的波段 波段持有 但是我们分段式的来做交易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那个中间的价差给它锁下来 而且我又能够控制整体的风险 我又能够控制整体的风险 所以呢 你在操作这一张交易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 你要知道市场的主流方向在哪边 因为会涨的股票其实很简单 这一段时间有没有 它会涨的都是一样的 比如像说四月到五月的这段时间 我跟你讲说 未来会涨的叫做什么 二代防疫的族群嘛 所以当时涨上来的包括泰博的部分 包括南六的部分 后续包括盛宏啊康纳香啊 所以那一段时间涨的都是谁 涨的都是口罩股 涨的都是额温腔 额温腔相关的概念股 对不对 但是你发现到了吗 最近大家已经不再谈 所谓的这个防疫的题材了 因为它的市场的资金的量 已经开始在降温了 它已经开始在降温了 那这个资金它跑到哪里去了 它往整个生计产业方向去走 对不对 所以当时在五月二十号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防疫生计你要一刀两边切 你要切开来 因为当资金在走生计类股的时候 真正的生计股 它不是所谓的防疫哦 它跟防疫一点关系都没有 真正的生计股它跟防疫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你要做真正的生计股 而不是做去做那种防疫的题材概念股嘛 所以当时我说 现在的钱其实在这个地方 在五月二十号那一天 我跟大家讲说 你要注意的是 生计当中你必须要关注这两家公司嘛 一家叫中天一家叫合一对不对 尤其是合一的部分 因为它跟丹麦利药制药 它已经签了授权的协议 所以未来它有五点三亿的授权金它会入账 它会入账 所以你把这个入账的金额去算的话 如果这个药它开发完成 它将有四点五个股本 光它的授权金的部分就大概是四点五个股本 它会进来 EPS的部分它会进来 所以我说当时合一 它的股价在108.5元 我说四点五个股本 108.5元 这个不叫低估那什么叫低估 这一定是太便宜了嘛 这一定很熟的 所以当我在买的时候 115块钱买进去对不对 我说115元买进去 你可以在哪里成交 你可以在113元成交 113元你把它买进去 你会成交到 你会买得到 所以当我们买到之后 你就看到说 其实真正生技股这一波上来 涨最凶的是谁 就是这一档股票嘛 就是这一档标的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当时在看到说 防疫族群它要停下来了 它要停下来了 那未来会接棒的是属于生技的类股 那你要有一个公式啊 你要有方法去做 你的操作上的依据嘛 那股票为什么会涨 股票想要怎么会去 有人在买它就涨了嘛 那你看到说 为什么这些股票它有人在买 因为它后面有很多 你看不见的事情它会发生 你看不见的好消息它会发生 对不对 所以呢 当整个生技股呢 开始上来的时候 我们开始慢慢的 在底部有布局高档的时候 我们自然可以做获利了结的动作 我们开始有获利了 我们就开始做获利了结的动作 那你把这些资金收回来之后 重点是下一个主流 它如果要出现 你应该要怎么操作 还是一样啊 同样的模式我把它cobie下来啊 我把它放下来嘛 所以我说现在的生技族群 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哦 资金的量能在做减退了 资金的量能在做移转了 但是移转到哪里 移转到贵买半导体市场 移转到市场的半导体市场 所以呢 我说生技类股它不是要走空 因为买的人还是有 但是呢 它要先做休息 它要先做休息 但它休息的时候 科技类股开始做接棒演出的动作 开始做接棒演出的动作 所以我说 最近你在操作上面呢 你要开始focus的焦点 不是在生技了 生技类股 我认为它也不会突然之间下来 可是呢 你在这个地方 你就做追价的动作 那拍谁 你的风险性是大的 你的风险性是大的 所以我说 当时跟大家讲的几档股票 比如像全宇生技啊 如果你买在这个高高的位置上面 拍谁 你到现在都还是套牢的 你到现在都还是套牢的 甚至有人啊 就是因为买不到合一 跑去买这种东西 跑去买糖莲 那拍谁 如果你是追踪二线的生技题材的 你现在一样都是套在相对的高档 所以我说操作其实 有公式跟方法可以去做依循的 你只要跟上我们的脚步 其实赚钱很简单嘛 对不对 养标股赚行情买期涨不追涨 我帮你把风险控制好了 我帮你把风险控制好 向下空间有限 未来向上的获利自然也会无穷大 所以只要你的操作节奏掌握好 其实标的真的不是太困难的问题啦 所以呢 怎么样掌握节奏 怎么样掌握这个公式跟方法 那其实我在节目上面我一直都有强调 第一个你要有勇气 第二个你要有信心 第三个你要有一个操作的依据跟理由 人因有本无所据 素因有根不动摇 金流为本技术为根 只要你掌握这一套系统 你就能怎样成为散户的超人 超越法人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广告回来继续再讲 出餐开会 55899 旅行出游 55899 聚餐喝酒 55899 手机直播 55899 您在地的好朋友 并打头顾 当午55翻音乐列 再推升级回馈 过天荒 只要午发财感恩回馈 当午最后一波 仅此一次 错过今年 再等明年 出版专界 02-2781-0909 2781-0909 并打头顾 核心操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忘不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头顾 当午55翻音乐列 再推升级回馈 过天荒 只要午发财感恩回馈 当午最后一波 仅此一次 错过今年 再等明年 出版专界 02-2781-0909 2781-0909 酒驾罚很大 一 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再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拒检或拒测 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测值 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 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再犯 拒检及拒测再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迷工人 内政部警察署关心灵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 台股直播室的现场 我是任俊 在十点到十点半 陪大家一起看盘 那在股票市场里面 其实各位投资朋友 你们缺的真的不是标的 说真的真的不是标的啦 只要一档股票呢 你把它好好的操作 得非常的好 或者是你的买点都是对的 其实基本上呢 你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而已哦 像现在空间有限 向上获利无穷 这个操作的模式 它不是口号 而是它是真的可以办得到的事情哦 所以呢 你要找到的 不要一直在去追寻那种四个号码两个字 而是要看看操作的节奏到底是如何 到底是怎么样来做 你才会赚钱哦 所以我在大家最不看好的一段时间 比如像说当指数拉回啊 加全股价指数重挫182点的时候 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我说你要在这个地方 你要买好 你要买满 因为未来会有大行情出来 未来会有大行情出来 所以呢 你只要买对股票 买对标的 买对价位 我说实在的 6月12号那一天 你敢去做布局的动作 你不要想什么 你光买红海就好了 一样6月12号今天再创新高 你买台积电好不好 你买台积电好不好 他除全洗完之后 他一样创下新高 就算是台积电 你都可以赚钱的啦 你都可以赚钱的 所以呢 在6月12号那一天 我说你买好买满嘛 你买好买满 你甚至不用我告诉你什么 你只要知道什么时间点 是买点就好了 你只要知道什么时间点 是买点 其实你都可以赚钱的 你都可以赚钱的 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啊 那你现在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怎么操作 我现在看到了未来 我告诉你说 6月12号是真的很好的买点 真的很好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要买好买买 尤其是有一些 我已经卖掉的 我以前卖掉的那些公司 我都会再把它买回来 所以当时我跟大家谈说 这个6104的创委 对不对 我说未来啊 苹果的lighting的接头 要换Type-C的 它要换Type-C的 那你看到两家公司上涨 一家叫4966的普瑞 一千块啦 一千块啦 那你看到5269的强硕 一千五啊 一千五百块钱了 那这两家公司是做什么的 它跟什么东西有关 它跟lighting的接头 要转Type-C嘛 就是未来接头 它要去做转换的关系啊 所以呢 它们会接到很多的订单 它们会接到很多的订单 同样的 那有一些被低估的公司呢 同样这个族群里面 这个产业居然会有成长 不会只成长两家公司 就很像说 你的镜头产业里面 大力光很厉害 可是呢 你其他的公司 它只要在产业成长的情况下 它一样能够接得到订单嘛 所以浴金光是不是就上来了 这个是同样的道理嘛 所以我说 现在这个变革很大 因为 苹果以前都是用lighting的接头 它是第一次把iPhone 改成Type-C 第一次哦 有史以来第一次哦 所以它要改的话 那当然就会有很大的商机启动 那我说 既然创委涨上去了 普瑞涨上去了 那这一家呢 这家公司 一直以来都有人在做布局的动作 偷偷在买 有没有 整理量出来 突破量出来 我说量价关系它不对啊 量出来了 可是我的价格并没有动 我的价格并没有动 量比价先行的道理 叫代表说 我这个量的部分它还没有反应嘛 它还没有反应嘛 它在这个地方来回去做洗盘的动作 可是它的想法是什么 它在买股票 它在买股票 可是你只看图你看不出来啊 所以你要用数据下去做计算啊 当我用数据下去做计算的时候 这家公司原本的量 是大概排名第250名 市场上的量占比大概排250 排250 结果现在拉到50名 前50大的 前50大的 那有人在这个地方 砸了大量的资金下去 你以为它是买假的吗 你以为它是跟你开玩笑的吗 那我call in一个事情 没有人会拿自己的钱去开玩笑 没有人会这样做的 所以我说当居然量出来了 这样子的价位可不可以买 一定可以买的吧 有没有涨 它没有涨啊 没有大涨也没有涨停啊 但是我说买起涨 不要去做追涨 你买着等它上来 你买着等它上来 所以两次的布局 包括5月25号 包括5月27号 我都下去做布局的动作 对不对 43.5元买 45块钱买 到6月1号的时候 不就来到亮灯涨停了吗 它不就涨停了吗 可是涨停的时候 你才去做追价的动作 我说你太慢了啦 真的太慢了 因为最好的买点在哪里 在这里嘛 43.5元45块钱 这个还没有涨的时候 可是量比价先行嘛 既然我的成交量出来的 这里有大量资金 在做进场布局的动作 股价横盘整理 量价背离的关系 它未来会创高 它未来会创高给你看 所以我这样是不是验证了 我是不是验证告诉你的 这一个波段上来 你不用多5天的时间 15% 5天的时间你就15%了 而且重点是 你买的位置很低对不对 当你买在起涨的位置 你向下空间有限 你向上获利 自然会无穷大 自然会无穷大 所以我不是叫你去追股票 我希望说 正确的投资观念是什么 买在那个会动的 买在那个起涨的位置点上面 而不是去追高档 而不是去追高档 所以一直到52块钱 我们把它获利了结 两次买进高档的时候 我们获利了结 因为我说当BIOS来到新高 它会回来 所以回来的时候 我再把它接回来就好了 我再把它接回来 所以在6月份 6月12号那一天 我跟你讲说 我会买回来 说到我就做到 说到我就做到 因为我知道说 这家公司就成交量的角度而言 量占比从250 它已经来到50了 它已经来到50 代表说这个阻力 这个阻力 甚至这些大户 他们不会那么轻易的 把股票出清掉 不可能的 但是散户它会害怕 它看到指数大跌的时候 它会害怕 所以第三次我买进去的时间点 在47.7元 47.7元 当时指数 它是跌151点 中错了151点 你看创回当天的股价是大跌的 大跌的 你说大跌能不能买 强势股拉回支撑 不就是最好的买点吗 强势股拉回支撑 不就是最好的买点吗 可是重点是 你没有我的抠讯 你没有我告诉你说 这支股票会买钱 你去准你甘买嘛 你买不下去啦 真的 你那个心情上面 就已经受到影响 你拆股买不下去 可是呢 当我的投资朋友 他们知道说 这个地方 他勇敢的去做进场布局 不会让你吃亏 不会让你吃亏 因为BIOS 它已经回到零轴了 强势股拉回 站在买方 来去做布局的动作 你向下空间有限 未来向上获利 才有亮灯 掌停板可以赚 对不对 6月22号来到亮灯掌停 来到亮灯掌停 那最好的买点 今天创回 亮灯掌停 重点是最好的买点在哪里 强势股拉回 站在买方 来去做布局的动作 错过了 真的错过了 反正每一次都在验证 也无所谓了 真的也无所谓了 反正当你验证完了之后 你就知道 每一次都很想 就是把时间拉回到哪里 拉回到我告诉你 那个可以买的位置 拉回到那个 我希望就是说 时间又回到时光机 又 有Dola Ammon 待会回到6月12号 我一定会大买特买 来不及了 真的来不及了 时间错过了 真的没有人帮你 把那个机会再拉回来 但是 你也没有关系 错过就算了 错过就算了 因为有下一个机会点 永远都存在 它永远都存在 当那个机会点再来的时候 我希望你真的你要跟上脚步来 我跟你讲了 我随时我都会Ready好股票 当机会来临的时候 强势股拉回 一样的模式 我会把它买进来 我会把它买进来 所以呢 你不要再 每次都在看 真的 现在公司有一个优惠 你真的认同我们的 五发财专案 你就赶快跟上脚步来了 既然公司愿意让利 我们一起来合作的机会 可以让你降低你的成本 那你就吃公司的豆腐嘛 你就我们就一起来吃公司的豆腐嘛 所以呢 公司愿意让利 我们就把握这个机会 因为端午节过后 它就没有了 它就没有了 所以如果有 希望跟上我们快打交易的 实际上你要扩大整个拉大获利的 那你就跟上脚步来 因为买期涨的模式 才能够让你在股票市场里面 取得一个长期而稳健的正报酬 在6月12号的时候 其实那一天真的有很多的机会 可是我知道说 投资朋友你都错过了 包括我当时跟大家讲说 特斯拉也是一样 创为只是一个 特斯拉也是一个 对不对 特斯拉我当时跟大家讲说 最好的买点在这个地方 3665的茂脸 最好的买点在这个地方 强势股拉回站在买方 来去做布局的动作 向下空间有限 向上获利 自然也会无穷大 所以你看到说 茂脸的部分 从这个位置点上面 下去做布局 一样都是创新高的 都是创新高的 所以重点不是股票 真的 重点是在于 你的节奏在哪里 标的 它只是让你赚钱的一个工具 但是重点是 你要把这个工具给它用好 你要把这个工具给它用好 什么时候你应该要下刀 什么时候你应该要把刀子抽回来 这个都是一个美格 这个都有操作的纪律跟方法 如果你没有这个公式跟方法的话 那你真的会错过很多很多次的机会 甚至说 有时候你可能用追价的方式 或者是去追股票的方式 结果成果反而不如你所预期 当时我一样 在6月12号的时候 一样买这一家公司 这一家叫6231的细微 当时指数重挫148点 跌了148点 发一个7365人 大家走到4的时候 我跟你讲说 这一家公司可以买 这一家公司一定可以买 为什么 指数重挫它不跌 为什么不跌 因为人家有资金在买 有人在做进场布局的动作 那你看它的技术面的走势很简单 这个不就是强势股吗 强势股拉回回到月均线的附近 不就是最好布局的时机吗 所以强势股拉回你站在买方 但是这个时间点上面你要看得懂 当你看得懂的时候 一样6月16号来到亮灯涨停 6月16号亮灯涨停 昨天再来一个亮灯涨停 但是重点不是 当你亮灯涨停跑去做追价的动作 比如像说创伟当时呢 高档的时候我叫你要出对不对 你没有出你低档值你怎么买 同样的你这一档股票 你又跑去做追价的动作 涨停板很开心你跑去追 它一定会把你洗掉 它一定要把你洗掉 所以最好的买点在哪里 在这个地方嘛 强势股拉回站在买方来去做布局的动作啊 拉回站在买方 你向下空间有限 你向上获利 自然会无穷大 所以你缺的不是标的 你缺的是一个节奏感 但是这个市场上面拥有节奏感的 所谓的专家真的不多 真的不多 因为你面前就这一个而已 那因为我有资金的流向 我知道看得懂金流 我知道说产业面的未来的趋势 甚至呢 我可以告诉你说 就整个BIOS指标 未来的方向在哪里 所以我知道高出要低进 低买之后 未来他才有机会 所以呢 买起涨不追涨 Cotion派利 你带我走 现在有这个端午节五发财活动 端午节最后一波了 就最后一波了 今天开始就做节安了 所以你千万不要再戳妥了 赶快趁着广告时间 把电话拨通 预祝大家操作顺利 财运很通 我们明天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运达头顾 当午午午反应热烈 再推升级回馈 过天荒 只要午发财感恩回馈 当午最后一波 仅此一次 错过今年 再等明年 创专界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顾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旺堵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刻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头顾 当午午午反应热烈 再推升级回馈 过天荒 只要午发财感恩回馈 当午最后一波 仅此一次 错过今年 再等明年 创专界02-2781-0909 2781-0909